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当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 换遍所有的电视台 到最后却发现我们好像只看了一个台 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台 播放的东西好像都很类似 一样的剧情 差不多的装扮 唯一不同的就是电视剧中的人物 拥有的技能 抗日神剧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被编剧们称为小人物的抗日故事 另一种自然就是所谓的大场面抗战 所谓的小人物抗战 是以无人知晓的人物为主角 然后赋予此人堪比超级英雄的技能 设计一系列的故事 以此来展现主角的无敌和酷炫 当然与前者相比 第二种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因为起码里面的角色都是历史上 可以查到名字的人物 虽然故事漏洞百出 但起码都在历史的框架之中 有心人稍微观察 一下就会发现 尽管人物不同 故事不同 但是有一点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神剧中的日本人一定是蠢到极致 战斗力极其低下 比如中天玄剑中 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大队的鬼子进攻 但奇怪的是他们既不用炮火攻击 也不分梯次 更别说鬼子最擅长的战术动作了 他们就这样 直挺挺的往前冲 乍看上去就跟早晨上班族赶公交车一样 这群鬼子的表现 跟刚刚经过两周军训的大学生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 真正的鬼子肯定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战争开始之初 日军无论是从单兵作战能力 还是从兵政协作 都是属于很顶尖的那种 以松户会战位力 战争刚开始时 日军地面兵力不过七个陆战大队 人数还不到五千人 而我均早已经集结了第九集团军三个师 又一个旅 总兵力接近五万 其中还包括装备最为精良的第八十七 八十八两个师 战役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方惨败 伤亡惨重 如果鬼子真像神剧中表现的那样 那还打个什么劲 随便打打他们就回老家了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 我们用了十四年付出千万喜别的伤亡 才把人家赶出去 笔者向来厌恶这些所谓的抗日神剧 厌恶的背后是深深的担忧 如今的信息传播速度之快 人群之多是从未出现过的 成年人看这些神剧 可能只是一笑了之 可是我们的孩子呢 白纸一般的年纪 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把神剧当作真实 我们的先卑用生命守护了家园 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如果鬼子真的那么弱 我们又怎么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